新车要特别注意前后左右的车况 台九线瑞北南下路段 今天上午10点多发生交车 以及农运车的车祸交通事故 张姓农运车驾驶从农地开车准备返家 不料遭后放原姓驾驶开的车撞上 而车上的马达、水管以及大型水箱等 大大小小的农耕用具喷飞 散落在马路中央 而张姓农民受伤送已久之 发生追撞事故后 灰白色轿车引擎盖撬开 车头撞凹全毁 另一部农运车则是撞飞到八米宽的中央分隔岛中 车上载运的马达、水管线、大型水箱等 各式各样的农耕用具喷飞散落在马路中央 不难想象当时撞击力道有多大 回家了,刚从过原 汽车零件及农耕用具散落一地 警方也在现场实施交管 赫岗村长于欣德以及亲友到场关心并表示 张姓农云车驾驶从农地开车准备返家 突进该路段切换车道时 同向的原型驾驶闪地不及因此撞上 警方出不了解今天上午10点多左右 台九县瑞北段南辖车道发生这一起轿车与农运车的交通事故 张姓农运车驾驶受伤送医并无大碍 而至于车祸发生的详细原因以及责任归属 警方也正深入调查厘清 记者是玉兰瑞穗采访报道